週一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抵達印度新德里 在美國大選前一週展開亞洲之行 當晚蓬佩奧和印度外長蘇傑生舉行會談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 週一也抵達新德里 受到印度國防部長辛格的歡迎 兩人隨後進行會談 這是兩國第三年舉行2加2部長級對話 以加強同印度的戰略關係 遏制中共不斷擴張的國際影響 據報會談將聚焦區域安全合作 國防信息共享 軍事互動以及國防貿易 週二 印度總理莫迪將率政府官員和商業領導人 與蓬佩奧和埃斯珀會晤 並將簽署一項國防合作方面的協議 隨後 蓬佩奧將訪問斯里蘭卡 馬爾代夫和印度尼西亞 成為十多年來首次訪問斯里蘭卡的美國國務卿 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陷入中國一帶一路債務陷阱 印尼則與中共救南中國海部分主權有爭端 預期蓬佩奧將向斯里蘭卡領導人提出建議 減少對中共政府的依賴 新唐人記者一文 上鏡 綜合報導